我覺得很棒,這次第一次都是一個大的挑戰 但我覺得這個角色也有很多情緒 每天上班都很高低起伏 很多哭氣、罵人的氣、生氣的氣 所以其實每天拍完都很累 但回到家真的很有滿足感 又做到一些自己未做過的事 又可以當作一個機會去抒發情緒 去減壓壓 因為這部電影令你回到家 整個人變得很尖、很生氣 很生氣 我覺得那一陣子可能脾氣會變差 會短一點 但我男朋友都習慣 他知道我一開工 就算不是拍這個角色 我都很專注在開工 所以他都很理解 但你這個角色也是類似專業人士 好像拍親和專業人士有關 這部電影已經比較少了 不是圍繞著上班 今次這部電影 真的有關於我身邊的人的關係 有我和阿神、Mandy、兒子、爸爸 所以其實除了反派那一面 我都希望觀眾看到一邊比較責任 一個人不是只有反派奸那一面 或者是不擇手段那一面 他都有一個很疼他家人 很愛他家人那一面 希望觀眾都看到 在造型方面 現在暫時出的trailer 或者poster 都看到這個角色很漂亮 化妝、衣服、耳環、頭髮 都是很癢 但我和監製 那時都有在談 怎樣可以多一面給大家看 所以這部電影 其實有很多場合我都沒有化妝 可能塗一點concealer 粉底都沒有化 希望給大家看 朱善美 除了有不擇手段那一面之外 他都有軟弱那一面 你這次有些小演員做戲 很難 因為以前有些唱會 不會 神希真的很乖 很聽話 而且是一個好的演員 所以他在合作過程 我都很開心 很聰明 所以這次好像第一次有個兒子 他都給了我很多感覺 其實我都是一個小朋友 跟他打遊戲玩玩 我覺得是很開心 很慶幸這次第一次做媽媽 他是做我的兒子 我又不介意 我不介意再試一下 有時我拍完這部劇 但現在回想 其實是否可以去盡點 有時我覺得 要追蹤劇本 但有時都要為效果去做一些 我看劇 或者看電影 我都很喜歡看那個奸角的角色 看他們怎樣做 或者看他們 那一下 腰心腰肺那一下 你會覺得很滿意 一個演員可以令你感受到這件事 所以希望繼續有機會 可以探索一下 再試一下 一些再奸些 再瘋些 好像說 Mandy之後 在戲裡面有打你 那場 你又是否有打 那場 現在trailer出 大家看到Mandy 蓋我 但如果大家真的看那場 我都不惹笑 所以有護琴 有護馬 Mandy都忍了我很久 所以我們一起 其實我第一套劇 就是跟Mandy拍 我第二套劇 就是跟馬神拍 兩個都是看著我大 都是很有默契 因為認識了很多年 是跟Mandy拍很開心 尤其是吵架那些戲 因為拍完之後一剪 我們就覺得很搞笑 為何要這樣狂鬧 但是 是很滿意 那你講過完旅行 沖完電 你好像說 我未來也有一套新戲 是呀 未來我要拍 ICAC廉政行動2024 就是ICAC50周年 所以自己都很開心 有份參與 這是一個很大的 很Iconic的IP 由小到大 今次就是做一個 ICAC的專員 又是專業人士 是呀 是專業人士 她都是很酷的一個Madam 之前放假都放了一個多月 所以今天要開工都要調整一下 是有點不習慣 但是我都準備了開工的狀態 明天就拍第一天 第一場 你有沒有時間準備劇本 都有的 我覺得我每次收到劇本 我覺得最好玩的環節 就是收到劇本未開始拍之前 就是怎樣去準備 我都為劇本想很多事情 為一個角色設計很多事情 現在都是做這件事 那你現在有沒有過些時間 沒有時間打機 我都是保持著打機 但私底下自己打機 沒有Streaming 但我都有打機 因為上網打機 又變成了一個工作 好像沒有那麼自在 所以我平時都有輸壓的時候 我都會打機 這是另外一件很開心的事情 所以我都是保持著她做這件事 目標? 今年對我來說都是很重要的一年 因為以我所知 應該是有計算枕邊人 我有三套劇要出 所以希望觀眾不會看到我厭 因為我覺得那三個角色都很不同 三個都是很好的劇本 我想目標就是 希望大家喜歡看我演戲 因為我好像暫時都未有一個 都有一些優秀的角色 好像白色強型的Yan 都很驚喜 但是我覺得今年 在每套劇裡面的氣氛都比較重 還有性格的角色是比較複雜的 所以希望大家喜歡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